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左右 赵的朋友收到他的信息 说司机开的是山路 路上没有其他车 他也在害怕 随后赵的朋友就收到他的求救信息 救命抢救 后失联 赵的朋友随即电话滴滴客服 请求帮助 滴滴客服的回应是 将有相关的安全专家介入处理此事 会在一个小时内回复 但两个小时过去了 也没有回复 4点22分 赵姑娘的朋友到派局所报案 警方要求滴滴公司提供车主信息 滴滴公司告知需等待安全专家的回复 直到晚上8点以后 滴滴才向警方提供了司机的车牌信息 但此时已经太晚了 四年雨还在遭到司机强奸后杀害 后27岁的犯罪嫌疑人钟某被警方抓获 据报道 在案发前一日 另外一名林女士也曾坐过犯罪嫌疑人的车 但发现钟某图谋不轨后成功脱逃 但她投诉到滴滴平台后 并没有引起滴滴公司的任何反应 滴滴公司上周六下午发表致歉声明 承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辜负了大家的信任 并承诺无条件按照人生伤害的赔偿标准 给予三倍的经济补少 此而滴滴公司又宣布 将在全国范围内下限顺风车业务 并重新评估业务模式和产品逻辑 同时免去了两名高管职务 因乘坐滴滴顺风车而被劫舍害命的并非仅是造型女孩 2018年5月 河南郑州一名21岁的空警 在打滴滴顺风车回家的途中 被司机强奸杀害 滴滴顺风车是滴滴出行的业务品牌 滴滴出行创立于2012年 是目前世界上订单最多的网约车公司 2016年 美国打车软件优步 将其所有在华业务出售给滴滴出行 据第一财经报道 截至2017年 滴滴出行拥有4.5亿用户 在中国市场占有率超过了90% 滴滴发生性侵犯旅行事件并不奇怪 他的业务定位就为以上性侵犯罪埋下了伏笔 滴滴顺风车的定位就包括社交甚至乡亲的功能 乘客乘坐顺风车 本为快捷优惠的交通 但滴滴却刻意将自己打造成一个暧昧和性暗是强烈的社交平台 他的宣传广告很赤裸和情色 能赚个油钱 还能勾搭个妹子 而滴滴车司机聊天群里 从次序对女性肆无忌惮的性侵交流和淫秽不堪的类伪 滴滴出行承载重大的管理漏洞和安全隐患 他在产品设计和管理中忽视了女性乘客的安全问题 不能有效对司机的品行进行审查 在乘客遭遇刑事侵犯时 也不能迅速的配合警方救助乘客 滴滴公司作为网约车平台 应当遵守网络预约出售车经营服务管理崭新办法规定 其中第十六条规定 网约车平台应承担承运人责任 保障乘客合法权益 在本次事件中 滴滴公司作为平台方 未能保障运营安全和乘客的生命 承载严重的过错 被危害结果的发生 具有不可推卸的侵权责任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乘客乘坐滴滴顺风车 就已经与滴滴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客运合同关系 现乘客因滴滴公司的过错受到损害 滴滴构成违约 乘客的代理人也可以提起违约之数 犯罪嫌疑人钟某是四川农村留守儿童 由爷爷奶奶扶养长大 初中初学 其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 和饱受社会歧视的成长经历 造就了他阴暗残酷的心 2013年全国复联 根据中国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推算 中国共有6102万农村留守儿童 第一批留守儿童现在已经长大成人 但他们严重的心理问题 一直没有得到社会的帮助和关注 中共对留守儿童群体的漠视 以及对他们帮助的社会团体 非政府组织 宗教组织的严酷打击迫害 从而使这些儿童生活里没有阳光和温暖 钟某自私残忍 不及后果的行为 就是明镇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山东受光水灾的事 受温比亚台风的影响 8月18日19日 山东受光多地连降暴雨 8月20日 受安上游的三个水库同时泄洪 造成沿岸至少长达近百公里的范围的村庄被淹 受安村民一辈子的家财产业 殉奸全无 据网友实力拍摄的视频可见 十几个村庄被淹 二十多万个蔬菜大棚受损 价值百万的养殖场泡汤 受万土生猪活活被淹死 然而灾难发生后官方不是第一时间救助灾民 而是迅速屏蔽信息掩盖水灾的真相 央视记者现场采访报道时 竟公然撒谎说 青州水库泄洪对下游受光等地区没有多大的影响 面对受安水灾 我们有很多疑问 不禁要问受安政府 为什么明知受安上游水库已经水满为坏而不及时泄洪 早在18日 气象部门就已经发出暴雨的红色预计 各大水库已经水满为坏 在此情况下 违防政府为何没有引起警觉 提前泄洪调低水库的蓄水量呢 为何非要等到暴雨成灾 三大水库水位接近警戒线后 才下令突击放水 导致受安遭遇灭地之灾 其次为什么要三大水库同时泄洪 当地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 难道不知道上游三个水库同时排水出库的流量 会大大超过迷河的存在流量吗 会造成受安沿岸村庄河水倒灌 给下游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吗 在此为何不及时清理堵塞河道 过去一年来有多家采沙场在河床上搭建障碍物和伪业 以及大棚养殖场 采石场等违章建筑 但为什么地方政府长期熟知无睹 寿光是处于自然向北缓慢降低的平原区 海拔不高 最高点为49.5米 最低为1米 历史上受光发生洪涝灾害的情况并不多见 官方报道 最近的一次是1974年 有网友指出 这场水灾不是天灾而是冷户 其黑幕为山东为坊是水资源短缺地区 弥合当河上游各线 为了拦截自然水流 人造了三条大坝 属于弥合下游的寿光 每年都要花钱向上游三大水库买水 台风来前 这些水库舍不得放水减少蓄水 待地区遭遇强降雨 三个水库才不得不同时泄洪 寿光一时不能完全排泄 导致水灾 纵观滴滴顺风车 杀害与乘客事件 和山东为坊受安水灾事件 我们会发现他们存在一个共同的特点 那就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 滴滴顺风车 紧关注商业利益 不惜开展可能审害妇女生命安全的业务 对生命缺乏敬畏 面对一而再再三发生的悲剧 我们要问监管者在哪里 政府的职责又在哪里 受安水灾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民之台风将至有民之水库蓄水已满 但水库方未来银头小利 一个发生在农村 但造成悲剧的根子 却在中共极权制度的本身 漠视生命和人性是它的本质特征 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的节目到此 感谢您的收看